大家好,我是飛龍 當年 我們娛樂界很受歡迎的男性和女性 很多他們的子女已經長大了 我想選一選 有哪些女兒 是最美麗的星二代 這次我不賣關子,一來就是網站 選最美麗的星二代,其實還有內地的藝人 混碼一起選擇 但偏偏 第一位就是我們的 香港藝人 翁紅的女兒 劉時 嚴重拋離其他所有的人 她有了一萬票,但其他加起來 星二代 都沒有一萬票,為何會這麼出眾 簡直是微博熱門搜尋 翁紅的女兒 其實已經16歲 有個綽號叫小水晶 這是花名 完全繼承了媽媽優良的基因 她可以說是由小就美麗到大 其實這個選舉叫星二代女 顏值托 你認為是誰 總票數其實都是一萬八千人 竟然有一萬票 就已經選了 劉時一個 小水晶從小到大看 從小的時候 已經擁有一對 很大的眼睛 加上越大就越覺得漂亮 又大方 又清純 就算女大十八片仍然保持著 越來越漂亮 其實我個人覺得 青出於男勝於男 應該還比他媽媽更漂亮 更漂亮 說實話這個榜 第二港星星二代 比較高票數就是 邱淑貞的女兒 沈月 沈月 22歲 她和內地一個 女星 撞名 所以大家 不要混亂 她本身是優術貞的大女 無論她的樣子 身材 都非常似足她媽媽 所以很多人都說她是新一代的女神 我就不太找到網上有關的沈月 好像沒什麼穿泳衣 她穿的衣服通常性感極有限 現在我見這一套衣服應該是比較性感的衣服 見到是白色 露腰 貼身 V-Land Talk 再配一條白色的半腰長棍 少少 飄逸的感覺 也很展現到 凌龍浮特的優美身材 還好笑有些網友說 P-E 圖也沒有那麼完美 這麼厲害 她的角度真的挺像她媽媽 我見她也幫不少名牌 時裝 美容品牌 拍照 配合她的長長 很烏黑色的頭髮 有些相片我都覺得顯得她有古典的味道 都不錯 另外我見內地的網民好像都很喜歡鍾麗提的小女 考拉 看看一些照片 因為她的小女其實很小 13歲 我看下去其實是小朋友 但你可以說她也挺紋的 很可愛的那種 但話說話雖然13歲 看她這些照片 也有化妝 可能之前她也有跟她媽媽一起拍過雜誌 因為我看到鍾麗提也有拍抖音 和她的女兒 這張照片 左邊那位其實就是鍾麗提的二女 都不錯的 看起來也挺漂亮的 鍾麗提的大女都25歲 大女的樣子反而有點混合 當然 因為她的前夫真的是外國人 鍾麗提 自2016年跟她現在現任丈夫 津倫錫 結婚後 三位女兒都統一了姓氏 全部姓章 名字都趕上了 鍾麗提的三位女兒之中 我覺得 反而她的大女雖然是混血兒 輪廓算是最像鍾麗提 但這張照片我簡直是一次看的 有點混亂了以為是鍾麗提本人 另外王敏德跟她名無妻子 馬思維 兩女一子 其中二女王麗加 經常在網上曝光性感照 雖然王敏德在外國長大 但其實 也覺得女兒 這張照片太大膽 其實我看過幾次王敏德的訪問 你沒看到她的樣貌貌 但她的思想其實是很 傳統的中國人爸爸 另外王敏德的大女王萬喜 間中都有曬身材 但相比她 二女的話 她算是保守很多 首先王敏德的二女王麗加 經常都很喜歡拍一些三點式的泳照 還要很近鏡地去拍 大家都可以上她的IG 真的拍了很多泳衣照片 簡直是大部分都是泳衣照 因為她一post泳衣照 網友就立即狂認 也看到她的二女 很喜歡曬太陽 當然她的身材極好 所以就經常post 還好笑她的二女不止放過泳衣照 連自己的裸照也放過上網 但這些照片引起王敏德非常不滿意 最後都要把這些相片 全部下殺假 另外林俊賢 女兒林玉慧 就是2022年香港小姐 冠軍 做得冠軍當然是美女 在她冠軍期間參加了不少 公益活動 她也挺有心的 出席不少慈善的活動 領行她 當時的責任 今年又有拍一些真人騷 不可能任務 裡面看到她有體驗一些建築工程的東西 另外她在IG偶爾也有曬泳衣照 其實不可以說偶爾 是經常騷了泳衣照 尤其是展示她美麗的長腿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林玉慧本身 被封了一個綽號叫聖女 是聖別的聖 不是聖經的聖 為什麼呢?因為當選港姐之前 曾經在VTV的節目 自爆 有五個聖伴侶 還直言 天蠍座的男士 比較持久力強 招式上也令她非常滿意 直接把她反來反去 翻天覆地 好運 她說是她說的 不是我說的 流沙大汗 你也猜不到 這樣就可以當選港姐的冠軍 因為曾智偉有說過 她說不介意她的過去 大堂不介意 但惠賢雅澤就介意 因為林玉慧一路遲遲都進不到惠賢雅澤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她 大膽作風 他們那邊就不太想她入 三哥苗乔偉和戚美珍 近來就去了溫哥華那邊住 不知道關不關跟她的大女苗苗 Phoebe有關 因為三哥一來其實已經是退休之靈 很明顯 近年她真的 減產了很多作品 即是不開工就回加拿大 大女苗苗苗 厲害了 堅決她 入TVB 但不是代表她不是從事演藝 她真的從事演藝 就是在美國那邊 北美那邊 她本身早年在加拿大名校英塞哥倫比亞大學讀書 當時她比較喜歡的東西是攝影多一點 所以2016年的時候 拍一套荷里活的短片 Hi Honey那時 還是出任攝影師 但到了2018年就開始轉型做演員 至今已經 在北美那邊演出了16部電視電影作品 而苗苗苗一直堅持一件事就是不靠婦印 勢要用自己雙手去追夢 老實說其實當年大學畢業的時候已經不少經理人公司 找她招手 大同更加找苗苗苗苗 不如叫你一個大女過來選港者 誰知道被她大女一一全部拒絕了 老實說看她大女小時候已經挺有趣的 北長大後完全不同外形 苗苔屬於五虎杖裏 這些子女是最大的那位 同時也是聲微最濃 現在都成32歲 可能她本身在讀國際學校 你看她平時有些相片 作風 拍照的泳衣 都挺大膽 也很喜歡表現身材 雖然有可能她的樣子未必是傳統的中國人最喜歡 但我很肯定 應該鬼佬那方面是喜歡她這類型的外表 所以在那邊發展得不錯 任達華跟她名模太太琪琪的女兒 Ella 不知不覺都18歲 近年還跟著她媽媽做了無特兒 你看看Ella小時候已經很漂亮 她的IG也有貼起小朋友跟任達華的合照 多可愛 她很厲害 遺傳了她媽媽一雙長腿 身材高 名符其實真正的九頭身 除了身材好之外 雙帽都非常標誌 有180cm那麼高 真厲害 任達華在笑 她說女女比她更高 其實Ella 16歲已經開始跟不少雜誌 拍封面 看她一些度假的照片 還有穿著泳衣 好厲害 這麼年輕已經會潛水 還要三點會潛水 聽說任達華的太太 當年生完女女之後 全職 照顧她女女 上學科學 科愚和女女一起參加興趣班 完全不假手於人 所以看她現在做無特兒 也是完全跟隨她媽媽的指令去做 任達華曾經說過 她女兒其實非常單純 充滿正能量 完全沒有公主病 在家裡吃水果 很喜歡跟 傭人姐姐一起分享 凡事都會考慮別人 完全是一位懂得 感恩的女孩子 看她現在長大了 感覺好像很 個性獨立 現在都很成熟 另外 李遠慧是大女兒 Natalie 也十九歲 看她每天都在社交網站 分她一些 性感 噴血靚的照片 絕不比 她媽媽年輕時輸蝕 她女兒的樣子都蠻逐聲 真的像在那邊長大的樣貌 看見幾個月前 她帶她女兒回來一些傳媒聚會 當時問她女兒有沒有想過 加入娛樂圈演戲 李遠慧說她女兒也喜歡唱歌 跳舞也很聰明 在多倫東大學學跳舞和 讀戲劇 都獲得很多獎 但沒有想過會入這行 今年 接下來都大學三年級了 希望她讀完才想 其實應該不會沒有想過這行 她正在讀這一類 你不會不喜歡 演戲跳舞要走去讀那些 當然回到香港發展是另一件事 因為她女兒的中文 屬於半鹹坦廣東話 因為聽說 比較少講 不過都明白 在那裏長大很多 華人二代 其實都開始不講自己的母語 因為那邊主要講英文 就不會再講粵語 所以我直覺性覺得她女兒 未必回香港發展 王菲本身跟她兩位前夫各有一名女兒 王菲一直跟她兩名女兒的感情都很好 而她主要 照顧小女多一點 即是跟 前夫李鴻 那位女兒 叫李煙 越大 就越像媽媽 李煙 轉眼間現在已經17歲了 感覺她開始成熟得來 北室還有少女味 看她的樣子就很明顯 感覺到是北方那些 中國北方的少女的樣子 李煙都會跟她現在的父親 的 19歲 的太太 可亨今起就一起住 他們還生了一個小女 但這位繼母對李煙都挺好笑 關係算不錯 這張照片就是李煙跟她的閨蜜慶祝生日 看她的樣子 越大就越有自信 可能遺傳了王菲的性格 這張照片還展示她的長長長腿 看到她偶爾也有 在三點式的泳照 但是不是內地的網民說 好像太性感 說這些都算性感 哈哈哈 相比剛才那些 王敏德的女兒就不算很性感了 只能說這一代的女兒是喜歡穿三點式泳衣 另外李煙傑跟李煙本身就生了兩名女兒 主眼間已經長大了 都生得亭亭欲立 其中她的大女兒 Jane 長居在美國 這張照片就是之前出席一些巴黎名媛的舞會 看到她的大女兒 穿著蝶蝶眼妝 挺漂亮的 完全遺傳到她的媽媽 基因 連結的女兒 Jada 今年主眼都 20歲 她的樣子挺甜的 很多時候還在IG帖上 漂亮的照片 Jada的身材也完全不會輸涉 她媽媽利節當年的身材 最後說一說 日本明星木村拓哉 她本身也有兩名女兒 第一位是她的大女兒 木村森美 今年已經畢業了 只用了三年時間完成了大學的課程 現在都21歲 她的大女兒是模特兒 和長笛演奏家 去年她的大女兒才跟她的媽媽 宮藤正香一起 上73屆 HK 紅白歌賽大賽 不過一般人就比較留意她的小女兒 木村光熙多一點 她的小女兒現在都20歲 170cm 都屬於高挑身材 不知是否長大了 現在的小女兒都有 鋪上泳照 木村兩位女兒都有不同氣質的美 今天有的娛樂新聞講到這裡 下次再分享其他娛樂新聞 拜拜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